我今天主要走一种中式图库风格 因为我主题是中国婚礼 然后我觉得现在婚礼就是一个中西混合的状态 我们没有自己一个很直接的态度在里面 然后我就用了很多就是找到的 material 在Chinatown的一块钱的商店里面买很多东西 然后拼成一个look 然后用床单做我的布料这样子 然后就有一种塑料感 然后颜色非常colorful 就不会是黑白或者是红色很传统那种感觉 外国人脑子里中是太limited了 就龙凤啊刺绣啊或者是红色 我觉得就是整个要break down这样 因为我没有新的东西可以去发展 对于婚礼就是其实是关于那个就是婚姻不是说一场盛大的仪式这样的感觉 就是花很多钱在你知道一个形式上上面 然后给年轻人的压力 我觉得这是不需要的 所以我觉得这也不能证明 就是你花越多钱就证明你婚姻越来越幸福啊 或者这个男生对你怎么好 就有一种这种genderless的感觉 就是大家就一起就build up一个很chip 但是很豪华的一个感觉 谢谢大家